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一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尝试过就是手搏到起泡 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很想放弃这个行业 但是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 就必定要把这些困难把它克服 其实铝编对我的一个人生是非常大一个改变的 其实它不单单进流出了各样的一个工艺品 它其实也是扭转了我的人生 让我可以靠这门工艺去养活自己 同时也可以把这门工艺交汇其他的一个场景 让他们也可以编辑出他们的梦想 在2017年之后我也加入了一个志愿者一个机构 帮忙去寻找那些失踪的一个小朋友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 看到人家在用这个胶带去打包 就是宝贝奎家的胶带去打包 就是反正用这个胶带 也可以帮助到别人 自己也开心 人家看着一堆平平无奇的那个飞电线 也可以创作出一个无限的一个作品 其实我们的人生也一样 只要我们很努力去面对 去挑战 其实也可以活成一个无彩斑斓的一个设想 下载N视频APP N种方式 打开世界